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差于预期 为什么 因为去年疫情 对不对 当然你说游购的 网购的生意当然很好 所以你说去年亚马逊本来的生意就很好 今年回归正比较正常一点 就跟航运股一样 对不对 去年从今年开始塞港因为疫情的关系 当然运费大涨 但是回归的比较正常 他们股价就会跌 但是亚马逊其实也不关 说真的对台北股市影响性没有这么大 它那个网络服务是不错 甚至伺服器晶片那边是不错 所以它比较会有影响的是这个 但是你看回归最近也是不错 对不对 最近也不错 2368对不对 也还好 所以基本上这边来说外资追高杀低 你不用理它嘛 那还有一个就是苹果收盘是上涨 但盘后是跌的 因为什么担心又缺晶片 担心缺量 但是讲实在话 会买苹果的还是会买 对不对 我是不会买苹果手机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enjoy的比较open 大家都可以 对不对 任何品牌我都可以换 你用了苹果你就被绑住了 而且对不对 苹果手机也卖的不便宜 所以讲来念 它缺料只是这个地盐的需求 那需求还是在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氛围情况之下 今天一开盘 又杀了120点 杀得很深了 但是来说外资 它卖它的股票 外资卖什么 真的台积电算倒霉 但是你说联电更倒霉 联电你看 法说会后连续两天又跌下来 但是你说 怎么讲 这边的联电当然也不贵 但是你叫我去买联电 有啦 我们前几天有买一次 然后来开高的 充高我们小赚出去 然后回去又买中天合一 所以为什么这种 很多人喜欢买 问我说要不要买联电 讲难听一点 我说实在我买联电 我不如去买台积电 第一个联电长线涨价的趋势会趋缓 它如果去新加坡设厂 说真的对联电是坏事 它的成本就提高了嘛 是不是 它的折旧就高了嘛 它的毛利率就会下降 所以很多东西你们要懂 不是说看到股价便宜 老是台积电打百块 联电我就几块 联电比较熟了 就是台积电而已啦 其他小玩可以啦 你说要长相失守 我觉得很难啦 因为今年也是他们大好的一年嘛 对不对 你说联电讲难听一点 对不对 你就不要买在高档区 高档区你这样套 会套很久啦 有时候套也会套很久啦 所以观念要有 产业要有 真的你产业的知识要有 阿炮老师都不懂产业 反正散户嘛 散户都喜欢那种 怎么讲讲话很狂的 对不对 讲话很松动的 我个人是不喜欢这样 因为我觉得时事求是 因为你做股票 本来就是要时事求是嘛 因为输赢都是钱嘛 对不对 那很难听一点 你说实在的 你说这航运股死多少人啊 真的死很多人耶 你不要看到今天是大涨反弹 真的死了很多人耶 对不对 新手死在山顶上 老手死在半山药 这边一堆老师又去抢了 有没有 一堆老师有没有跟你讲 这边是底部哦 打底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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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那边破底 打到那边又破底了 融资又断一次了 这边已经断一次了 融资这边又断一次了 断完了每个都不讲了 对不对 每个都很厉害啦 对不对 吹牛都是很厉害啦 真的 股票哦 真的又爱又恨 又爱又恨 那难做 股票本来就不好做 你以为股票这么好做吗 对不对 你说像合一好做吗 不好做啊 你看今天也是洗来洗去啊 对不对 今天中天 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 有点败相 那还好啦 不过今天中天的量是蛮大的 中天的量是蛮大的 所以我们有做一些调节 但是合一是下来有买 所以操作的策略很重要 你不要底部不买 然后高涨又追 追完你跌了又杀 杀了又怪人家股票不好 对不对 有些散户会这样子 那种就是活该啦 我讲实在话真的活该嘛 你要追高沙丁你去输死吧 很多人真的这样 很不理性 盘不好大家都会跌 但是你慢慢的回归正常的 其实很多股票会慢慢的发酵 外资的一个干扰越来越少的时候 对不对 它就会回归它产业的正常 就像说你说 对不对 像这些二集体 对不对 有人买在这边 有人买在这边 对不对 这边我都叫你不要买 是不是 有人买在这边很害怕 跌到这边很害怕 来找我 我也帮你带到这边来 至少你说现在随便卖 你也是解套的 对不对 小赔的 所以真的你说 很多股票啦 你说像面板也是一样嘛 是不是 这边叫你们不要买 不要买 不要买 我天天在骂人 对不对 我天天在骂人的时候 大家听不下去嘛 对不对 好了 绷到这边了 没有人讲了 我说这边有机会了 但是你弹上来这些都要卖了 我觉得这些都要卖了 这些都要来回做 甚至有些真的还要卖了 你说航运股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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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 他兒子也是不錯 他兒子今天也是不錯 今天也是不錯 你順德上去了 順德今天創高了 對不對 5285呢 對不對 5285也上去了 對不對 再來就6548 這QFN的導線教 未來車用MOSFI 車用的MOSFI會用的越來越多 對不對 一台車要用多少倍的MOSFI 是不是 絕對就長科的天下 他會變全球最大的 QFN的一個導線價的工廠 對不對 這種產業地位 對不對 你真的要去買這種 有產業地位的公司 不是隨便亂追 對不對 隨便亂商 追來追去 商來殺去 那我也沒辦法 那當然 你說來到這邊 對不對 現在期貨是跌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期貨是跌的 那無所謂啦 你說 這個盤說真的本來就該漲 反正外資要胡搞 你也沒辦法 對不對 我覺得真的 你說 講難聽一點 對不對 今天 日經是開低走高 日經是開低走高 有沒有 韓國股市也是跌的 韓國股市也是跌的 那你說 大陸股市呢 大陸股市好像 陸股 上海 A股好像也是開低走高 好像也是開低走高 今天也是開低走高 有沒有 也是開低走高 OK 那香港呢 香港也還好啊 對不對 本來大家很擔心他了 結果一轉上來 來到季線嘛 先轉上季線 現在呢 開始有點技術面的打底 這邊再整整整整整 再上去 那新加坡呢 新加坡最近還不錯 新加坡最近還不錯 新加坡最近不錯吧 那再來呢 來 我看 早上下午看 雅加達也不錯啊 對不對 甚至呢 越南 你看越南又要創歷史新高了 有沒有 越南又要創歷史新高了 你看越南 人家疫情也很嚴重啦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又要創歷史新高 那你說這是多頭還是空頭 多頭啦 只是不要亂追股票 亂殺股票 然後不要買錯股票 不要聽阿炮老師的話 買在歷史高檔 對不對 每次股票很強的時候 就小心一點 很多老師喜歡就是 追強的股票 強的 對 小心 這已經漲很多了 這漲很多的 這種自己都小心 嘎空而已 嘎完空就是殺多啦 我講白一點嘛 為什麼會震盪這麼大 你看很多股票到了高檔 你看像智元今天黑K 為什麼今天會震盪這麼大 對不對 你自己就要小心一點 一定是有人在出貨的嘛 當然一次不可能出得乾淨 當然還有空單被嘎住嘛 但是空單死完了之後就殺多頭 所以歷史高檔的股票很多 阿炮老師很喜歡講 自己小心一點 我覺得嚴禁於此 反正很多看我節目那麼久的 應該都很清楚 當然很多股票在高檔 我是都在罵人 但是算了 不管了 反正愛去追就讓他們去追啦 那當然你說 合約死了沒 當然還沒死啦 當然還沒死啦 那你說台積電相關的股票也沒有死 這邊 合約洗一下嘛 那中天呢 這邊今天我有賣一些啦 所以今天就有下來啦 有下來 那當然為什麼要賣一些 那就是做一點價差嘛 我也跟我的會員講嘛 對不對 其實股票就是這樣嘛 有時候 你基本持股要有 但是你的加碼單 你可以靈活的操作 這樣你才抱得住嘛 對不對 股票不可能天天漲停啊 也不可能天天噴啊 哪有那麼厲害 對不對 但是你會做價差的話 你的成本就降低啦 是不是 當它在洗的時候 你還抱得住嘛 對不對 那當它不好的時候 你也忍得下去 你把你的價差降低了之後 是不是 你接下來你的獲利就會放大嘛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邀請你 我說 真的啦 全市場就只有我在做 中天合一嘛 對不對 有來又別人來插花啦 漲了之後他就說他有嘛 但是現在應該都被洗光光了啦 現在沒人講 對不對 但是我想我的資訊也是全市場最領先的啦 網路上很多人 他們也沒有資訊嘛 反正都是看圖說故事 每個都在說故事 那我的貴言都叫我去看一下啦 但是我覺得 有時候也沒什麼好看的啦 真的你說 那個怎麼講 網路的世界 很多真真假假 網路的其實 就像說很多LINE LINE的群組 很多假的嘛 就用我們的名號嘛 對不對 然後說 你趕快來加入我每天報你標股喔 對不對 然後賺錢才 才要收費喔 那種第一個不合法 第二個他報你的標股 都是漲到天上的嘛 反正追對了就是他贏嘛 追錯了你家倒霉嘛 就是這樣嘛 其實很多 其實 對不對 航運股也是高漲的時候 面板股也是高漲的時候 那些LINE群組叫人家去追啊 對不對 甚至鋼鐵股 記得那時候我一個朋友 跟我講 他有一個 他們店裡面對不對 有一個小朋友 對不對 年輕人沒什麼錢 然後就收到那LINE群組的電話 叫他去追巨亨追在這邊 我說拜託不會吧 這些LINE群組的人就是這樣 胡搞瞎搞嘛 反正報對了 反正一天報個10檔 報對了他就贏了 對不對 散戶小白很笨嘛 小白不會看K線嘛 小白怎麼會看K線 小白你就看到 昨天漲停 今天我再一根漲停就好了 好棒好棒好棒 好強喔 小白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他不會想想他是從幾塊漲到幾塊 我們巨亨是9塊做的 對不對 我們巨亨在哪邊做 我再9塊 對不對 在這邊我們 我特會在9塊做巨亨 你20幾塊你要 你要再去亂追 那就是追死嘛 這就是追死了嘛 他結束了沒有啊 但是你追高的先死掉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真的不要當個笨笨的小白 你至少還會把這個K線打出來 他是從幾塊漲到現在 對不對 危不危險 他未來還會不會再更好 你要去了解這些東西嘛 雖然說你說 對不對 原宇宙 當然現在很強啊 第一個籌碼的優勢嘛 第二個這個題材也 算是蠻誘人的啦 因為 怎麼樣也有商機嘛 但是你說真的能吃到嗎 好像也還沒有 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要小心啊 你再越來越去追 你就對不對 你看前陣子有沒有 大家都去追月豐嘛 有沒有 現在應該沒人講了啦 對不對 再洗了 跌下來就沒人講了 所以真的不要去亂追啦 有時候 當然啦 他們能這樣長 一定是有他們的特殊的利基 但是呢 問題是你說 真的長得太誇張的時候 對不對 到時候套人的時候 也是會很辛苦 也是會很辛苦嘛對不對 那小白不怕啦 還是會很多小白會貪小便宜啦 然後再來他們也不怕嘛 對不對 就那時候對不對 誰會怕 航運股200塊的時候誰會怕 沒有人會怕的啦 對不對 航運股在這邊200塊的時候 沒有人會怕的 是不是 哇 那時候對不對 一說不好 就一堆人留言罵我 不懂航運啦 怎麼樣怎麼樣 航運股老闆不會套人啊 對啦對啦不會套人 你看套死啦 斷頭再斷頭 真的 所以啊不要當人 經過這一次 我想應該很多 很多人都會領悟到啦 股市不是用去追 不是那麼好玩 你要去有想法嘛 對不對 你說為什麼我們要做核一 為什麼不做高端 對不對 高端第一個三期又還沒過 對不對 他競爭對手那麼多嘛 你說核一的唐釀病要 還好 理論上競爭對手很少嘛 對不對 再來他是三期通過嘛 對不對 他接下來是 接下來的戲 就中國的藥鎮 美國的藝材嘛 這些也都是大戲嘛 對不對 那當然有這個機會嘛 那是不是 那只要說 掌握正確的資訊 那當然你的操作 就會比較有依據 是不是 為什麼我敢在這邊跟你講嘎空 對不對 對不對 就像今年年初 我敢在這邊跟你講 台灣藥鎮要到一樣嘛 就是 你有沒有那個資訊嘛 我講白一點 我們就是賣資訊嘛 對不對 就是今天有些 有些會員說 欸老師真的也不錯耶 還好啦 真的還好啦 還不夠啦 我只能說還不夠了 當然還要繼續的努力 當然 其實很多股票 就這樣慢慢的都會起來 真的你說怎麼講 有時候你給他一點耐心 股票有時候在整理的時候 它是難熬啦 但是我想 我給你們的也一定都是在長線的 低檔 你說像這種高檔的 每個都在講的 就讓他們去講 讓他們去追就好了 你不要中到槍嘛 你中到槍一次 你又要像航運股一樣了 我講白一點啦 你不要中到槍 對不對 你每次媒體都是這樣嘛 你從早上看財經節目到晚上的財經節目 哪一個不是在講熱門的 因為你不講熱門的沒有收視率嘛 對不對 有些老師就是為了趁熱度嘛 講熱門就算了 還要講得很誇大嘛 還要講得很誇大 到時候死一堆人了 又不關他的事 很多財經名嘴你自己看就知道了 那種人講話我都不會看 因為我看了十幾二十年了 第一個他們盤也看不懂 第二個呢 每次都是在高檔 哇喊的對不對 之前不是一堆說 鋼鐵航運是主流嗎 那些人現在在哪裡了 那些人現在還在電視上啊 但是是講別的股票 都在講元宇宙的嘛 對不對 你之前相信他的氣候嘛 他不會痛的啦 那些人就是這樣嘛 但是你自己小心啊 所以還是買低檔的啦 他會保護你 多頭的行情 雖然很會洗啦 真的這兩天的走勢 我也覺得 怎麼那麼會洗 很討厭 但是 不關指數的股票還OK啦 你看對不對 你看NASDA也創歷史新高啦 對不對 昨天晚上也創歷史 道瓊更不用說啦 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等廢半嘛 對不對 我想這 這個都沒問題的啦 這都沒問題嘛 那就是會洗嘛 會洗就沒辦法了 但是 你只要操作策略定好 買低檔未來有爆發力 產業的股票 當然 你的贏面一定大啦 那你的利潤一定大嘛 對不對 就像合一也是一樣嘛 其實我在多做幾支交叉 誰會贏我們 不會有人會贏我們 對不對 什麼時候該加碼 什麼時候該調節 那現在到底在搞什麼 對不對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 好像我已經第一步 我帶你上來 第二步就算了 我保留給我的會員 那當然會費不會很貴 好像我說的是合理啦 但是你自己要想清楚 對不對 有時候就是這樣嘛 散戶都會自己挨來挨去嘛 漲的時候每個都天下無敵啊 對不對 老師我告訴你 我買什麼 我買什麼 我賺多少 我賺多少 長的時候都也這樣 二十年來都是這樣 跌的時候 我很可憐耶 我好可憐喔 真的好可憐喔 怎麼辦 都是這樣嘛 對不對 還有時候 製作的嘛 對不對 當然你加入會員 是我的責任嘛 我一定要帶進帶出嘛 我一定要把你做最好的話 你不是我的會員 對不對 講難聽一點對不對 你自己還亂追的 是不是 又不聽話的 真的 可憐嘛 對不對 就是可憐嘛 那可憐 股市不會有人可憐你嘛 股市真的不會有人可憐你 就是 自己做決定之前自己多想想 多聽我的話 比如說你要做股票之前 你把一檔股票的月線圖 對不對 打開來看對不對 這到底呢 現在的台積電是在高檔還是低檔 對不對 就像那時候一堆人買六七九 我也真的蠻佩服的 那時候我說你買 你買六七九的台積電 不如買兩百塊的合一 對不對 我那時候有沒有這樣講 是不是 對不對 你六七九到現在還沒解套 但是還好你是買台積電 你有機會理論上會解套 你買錯了股票了 對不對 你買這個兩百塊的長榮陽明 不可能解套 我只能跟你講不可能 太難了 其實你看這個恆大 這都是因為疫情嘛 兩百塊的恆大現在多少錢 40塊 9103的美德一 現在多少錢 79現在多少錢 現在12塊 15塊 好慘啊 這不到四分之一耶 對不對 這不到四分之一耶 那邊很多老師那時候 還說圓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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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個頭啊圓鋼 你看也是這樣子崩啊 這次都是因為疫情起來的 它沒有這麼好 沒有這麼好 你真的不能夠留戀啊 這不能夠留戀啊 這八十幾塊 這邊八十幾塊 最高85 現在多少 27塊 三分之一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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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慘啊 你真的要買 是不是買在這種底部區嘛 底部區嘛 你買在歷史高點對不對 你把它還原全職 對不對 買在歷史高點你怎麼辦 對不對 你是不是要等到這樣子 這樣子再等一次疫情來嗎 這很可憐 所以你真的第一個看月線嘛 第二個看現在市場的氛圍 到底哪些老師在講 還有些老師就專門追高的 你自己要有頭腦啊對不對 被騙了那麼多次要有頭腦 對不對 哪些節目都講完了對不對 就死掉了 對不對 那你自己要小心嘛 又不追蹤嘛 對不對 自己要小心 所以 還是多頭啦 這個行情 我覺得滿漂亮的行情 但是就指數來說 比較磨人一點 那 你要會做好的股票 還在低檔的股票 好的股票還在低檔股票 未來都有爆發力的股票 當然半導體我就做台積電相關的嘛 那還有就是像長華嘛 因為畢竟它便宜啦 那它又是有主導地位 長華不貴嘛對不對 真的不貴嘛 那你說生計對不對 合一嘛 合一中天嘛 它是一體的嘛 那再來 今天還有一檔啦 它應該整理快完成了啦 整理快完成了 那我叫它合一第二啦 我叫它合一第二啦 那當然你如果有興趣的 有興趣的 線都是滿漂亮 有興趣的 可以來把握啦 如果你覺得合一比較高一點的 對不對 你可能會怕的 那你空手的 你也認同 生計股是非常有潛力的 而且是低檔的生計股 對不對 那個前九個月營收年增是一倍 年增一倍 那合一有蔡佳看好嘛 對不對 那這檔股票也有大戶看好 也是名門正派的大戶看好 那線滿漂亮的 營收未來會越來越成長 越來越成長 那當然有興趣的 好好的把握啦 趁著週末 特別的優惠啦 週末我們老伯 下個月啦 週末就下個月了 那月初嘛 趕一下進度啦 30個名額 特別的優惠 那你先來進場 當然你有合一 你要繼續做合一 都沒問題 我們合一還是會繼續操作 那當然如果說 對不對 你覺得合一比較高的 但是你也認同 低檔的生計都有機會的 而且生計起來都是標標標的 對不對 好好的把握 低檔的合一 合一低二 把電話撥通 想盡辦法 也祝各位操作順利 週末愉快 掰掰 再見 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